藍燕阿伯用機車在汽車停車格卡位 讓汽車車主氣壞了 而阿伯意思用打電話當假動作 不斷拖時間 不過阿伯好像說一套做一套 掛電話後依舊不讓位 雙方僵持不下 汽車車主氣得按喇叭 眼看警察快來了 阿伯才逃之悠悠 民眾停個車停出一肚子氣 事發在十三號周六早上十點左右 在北投運動中心旁的路邊停車格 而附近大樓保全坦言 類似狀況偶爾會出現 而這裡停車背怎麼算呢 其實他這裡不是計時而是計次 可以看到的告示牌上是寫著周一到周六 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每次三十元 算下來比計時的CP值還要高 有些人是很不舒服的說 那為什麼那個停車費要這麼低 我說這不是我訂的 是市政府訂的 太低了他們回來 站不到回來也是沒位置 而警方表示因為阿伯沒有脅迫或逼近動作 強制罪難以構成 如今由於檢舉項目限縮 要警察現場開單才有用 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處五百元罰環 暫停車位的狀況層出不窮下 恐怕趕緊請警方到場才是上策 TVBS新聞新聞上的劉一軒 台北怎麼到